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ITARA S O-GRIP 这个有搭载四轮驱动车型它的超驾以及安全配备的表现 那这个活动呢在全国总共会举办本周末从新北开始 接下来会举办台北厂 陶竹苗厂 然后是台南厂 那接下来还有中章头厂 最后是高雄厂 那消费者在网路上报名呢如果来到现场体验 完成之后有机会拿到限量的礼物 那这场活动究竟有哪一些关卡呢 台湾Suzuki规划了七个关卡 七个关卡呢分别是 RCTA Test 后测警示系统体验 ESP Test 电子车身稳定系统 S型的绕追体验 还有 Bumpy Test 颠簸体验 以及 Smally Bumpy Test 微颠簸体验 可以感受悬吊跟刚性 另外是 Dair Test 阶梯落差体验 可以感受进入角跟离去角所带来的优势 另外还有一个是感受车身刚性的 Side Slope Test 侧倾斜体验 以及 Wedding Test 涉水体验 那我们刚才在教练的带领之下 我们在新北这边有体验五个关卡 因为受到场地的大小的限制 没办法体验ESP跟 RCTA 不过在其他的地方呢是有机会可以体验的 好 那我们刚才所体验到的关卡呢 一开始是 Wedding Test 涉水体验 那他们规划了一个池 那内部的积水深度大约达到40公分 那 Vitara 从干燥路面开到里面 让车轮都泡水之后 其实还是保有了一定的循迹跟操控性 所以很快又可以再爬回来 也不会有太严重的失控 那另外体验到的是 Bumpy Test 颠簸体验 那这个体验就是可以在有一定的速度之下 左右轮碾到不一样的高度 那车身当然会有晃动 那不过你抓紧之后 其实我觉得它克服晃动的能力是还不错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 Stair Test 阶梯落差体验 那这个落差体验呢 有分成上楼梯跟下楼梯 那其实只要控制好车速 抓紧之后 它的进入角跟离去角 都是足以可以克服这个楼梯的 所以你要进行这样的轻度越野 或是你要爬一些像楼梯这样的地形 我觉得 Mitara 应该是都做得到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 Side Slope 侧倾斜体验 那这个侧倾斜的幅度呢 我们开上铁板之后 大约达到30度 那可以感受到后轮呢 轮胎是有一段时间会举角的 那不过这个时候也不要太紧张 只要保持好你的方向 其实呢它的刚性还蛮不错的 所以还是可以顺利的就开下来 那所以这几个关卡 那我们也可以在一个封闭 而且相对安全 特别是有请来专业教练所指导的环境 去感受到 Mitara 的一些平常没办法 在经销商试车试到的一些特色 特别是对消费者来说 应该是很难得的机会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时间 地点也符合的话 可以赶快上网报名 近距离感受一下 Mitara 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小七 各位Focus以及KUGA的车友 注意咯 我们的Colpilot 360 虽然方便又安全 但你知道它还可以持续的 升级和优化吗 由7 Car Shop 所独家研发制造贩售的 Colpilot 360 Level 2 Plus 研究升级系统 已经上市咯 现在就上7 Car Shop 指名选购 有了Level 2 Plus 让我们的Colpilot 360 更智慧 更安全 更方便 我们的Colpilot Colpi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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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pilot